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课的学习重点是人鱼成年礼 上课前请小朋友准备国语课本 国语习作和铅笔 上课咯 一开始要请大家从课名来预测文章的内容 老师 你累了吗 刚刚你说人鱼成年礼 人鱼是指美人鱼吗 Oh no 老师我真的是累了 本课的课名是五 飞鱼成年礼 看到这五个字 你想到什么 老师 飞鱼是会飞的鱼吧 但成年礼我就不太知道了 有人说20岁有投票权 还是结了婚 就代表你成年了 你的解释也有几分道理 成年礼是指孩子通过某种仪式被承认是大人 中国古代的周朝就有家官礼 相传了三千多年 现在已经很少有成年礼了 不过台湾的台南还有做16岁的成年礼 老师就带你们去瞧瞧吧 这部介绍台南成年礼的影片 来自民事电视台 所以要请大家上一下乡图语言课 听听用米南语播报新闻 如果你听不懂 可以看字幕 老师要提醒大家 看典礼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 他们穿什么样的服装 进行什么样的仪式 古典礼的七月这次是七年妈生 有哪是台南市传统说做16会 代表说年轻人变成大人 能够拿大人的薪水了 现在就要来发展经济 台湾市今年说要在岸边 国代来办做16会 老师讲完没 今年刚刚才满了16会的孙同学 今年也保命参加台南做16会的新年礼 向前当大人 好像是做16岁之后成人吗 我至少成人的 还不错 恢复起责任 对啊 应该是要觉得说一个过程嘛 他会自我约束 对 16会是台南国有的传统新年类的方式 参加者是参加新闻在后 再过两个的家妙间 向前友情少年等大人 翁尼 都是国内的妙儿自己去办 但是今年因为武汉企业的疫情受影响 为了更多的经济 民众更多 但是民政教是国庭科大办理 比较传递免费 警察人更多 依偏地开会的方式来进行 退出检纪传统与特色的新年类的意识 设计这个家妇共就是他16会高了 来背出这个家妇共就是我们这次的主题 就是出来以后他要成功起航 有必要把公民教育 还有他的一个社序主体意识 还有城市的一个印记 能够在他念书的时候就能够让他传递到 今年刚才有10公车馆 幼税以来上官的照片金字画 既然跟翁年仍在暗民地区不一样 今年是加利米永创山海军的部品提案形成 本来是变去台南各区的大廟 既然欢迎向上 向前合图勃勃革心 也有合图勃革风 既然我们这回报没有的 台南的成年礼是在农历7月7号 中国情人节那天举行 将来你满16岁 也可以去台南参加成年礼哦 现在我们再回到客名 飞鱼成年礼 飞鱼是会飞的鱼 它也有像人类一样的成年礼吗 难道这一刻也是拟人法的童话 跟第二刻花儿的心事 第三刻水果的晚会一样吗 请你仔细看以下飞鱼的纪录片 是不是能给我们提供答案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我们欣赏到飞鱼 Frying Fish 飞行时曼妙的姿势 据说它张开翅膀 最远可以滑行100公尺 但是有关飞鱼的成年礼 看来我们只能读王文华老师写的故事 第五课的作者王文华 是一位小学老师 他写过很多童书 说不定小朋友您也读过他写的可能的小学系列作品 现在老师废话不多说 先满足你的好奇心 请你快快的读过课文 读完之后 请你圈出不懂的语词 碰到不懂的语词 你可以先试着厘清语词的意义 看插图或前后文来对照 老师 我缺了黑潮和长老 可是呢 黑潮呢 我没有办法用你教的方法耶 没错 黑潮是专有名词 刚刚老师讲的方法可能都行不通 我们请Google大臣跟YouTube大臣来帮忙 黑潮是北太平洋的暖流 颜色有黑 有丰富的渔获 详细的资料 小朋友可以上网查 你可以想象一下 飞于家族在150公里宽的黑潮漂流 像不像搭上黑潮巴士去旅行呢 现在请大家一边听老师说 一边动脑想 我们一起来理解课文 请你把刚刚老师教的利用插图以及前后文的理解方法 要拿出来用哦 家族就可以用到孩子们 大家 彼此互相对照 家族指的是一个家庭里除了爸爸妈妈孩子之外 可能还包括爷爷奶奶的三代同堂家庭 飞于的爸爸妈妈利用家族旅行的机会教孩子们飞翔 飞翔的要领有两项 跳出水面 张开翅膀 对准方向越过海浪 大家都学会了吗 只有飞飞不敢越出海面 所以飞飞有困难 爸爸安慰她 别怕 还提出保证 说会帮她赶走海鸥 妈妈一直陪在飞飞的身旁 还鼓励她和太阳公公说早安 飞飞鼓起了勇气 后来她还经过了不断的练习 让游泳的速度变快 体力变好 甚至还学会辨认方向 但是这一切都因为刺眼的光 成为她飞行的阻碍 故事先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我们来看故事的另外一条线 也就是下一页 前方的岛进了 这个岛指的是宜兰的龟山岛 基隆语 还是我们住的台湾岛呢 这个时候你可以从插图找到线索 也可以从文字找到线索 我们看到学习做平板舟 出海捕飞鱼 我们可以猜测 这个岛可能指的是兰语 至于对不对 下面老师会准备影片 让小朋友来印证 至于小朋友圈出来的长老两个字 指的是原住民部落里年纪最大 那就是长跟老都有这样的意思 而且是有智慧 可以作为部落的首领 怎么样知道长老有智慧呢 有道理三个字 可以提供我们做验证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有关蓝语达吾族的介绍 达吾族在日据时代叫做亚美族 现在达吾和亚美两个名称并存 当会儿小朋友在影片中 会不断的听到亚美族 他指的就是达吾族 亚美族是台湾唯一分布在里岛的原住民族 他们是标准的海洋民族 男性主要以捕鱼为业 女性则负责种植小米或芋头等作物 亚美族为父式社会 没有头目或贵族制度 聚凡于到重大决议事项 并由各家族的长老出面 作为意见礼项 靠海为生的亚美族 平板舟是他们最重要的生产工具 亚美族将具有劳动力的男子组成鱼团 并且由全体成员一同建造大船 他们取各种大小不同的木板 和轻型的巨大龙骨 将船只拼走而成 他们不用一根钉子 就可以完成充分利用木材的特性 表现出亚美族人高度的智慧 船只建造完毕 会进行精致的雕刻和彩绘 船中上的色彩以红黑白三色为主 船间的图案有 同性原文 人形文 十字文等 这些不同的纹路 大多有避邪 保平安 和指引方向的意涵 每年的三到十月 是亚美族最重要的祭典 飞鱼祭 亚美族人将飞鱼 视为天神赐鱼的礼物 在飞鱼祭期间 各鱼船的船员需要一起行动 不只捕飞鱼 还有鬼头刀的鱼种 并且会将收获 分享给全部落 亚美族人相信 如果在飞鱼祭结束前 将鱼货分完 来年就会有源源不绝的生活 看完影片 让我们一起来到 达物族飞鱼祭的现场 我们继续边听边想 一起理解课文 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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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 急促的鼓声制造了紧张的气氛 也代表重要的日子 也代表重要的日子即将到来 这时候谁紧张呢 飞鱼爸妈很紧张 他们担心飞飞 也担心自己被捕捉 所以他们的接续行动是 飞鱼家族勇敢向前冲 迎空跳起 达物男孩也紧张 他们的后续行动是 齐带和家族一起出海捕飞鱼 可怜的飞飞最紧张 这里进入故事的高潮 飞飞被四面八方的鱼叉汉网包围 他要怎么样冲出重围呢 故事有了转折 飞飞的行动是什么呢 飞飞大喝一声 且能大爆发 他忘了害怕 像支箭冲破水面 也化成了一道荧光 越过无数的船只 和一个个呆若木鸡的海字 呆若木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四字语词 在古代是指斗鸡 在战场上沉着冷静应战 并且闻风不动 但是这个语词经过时代的演变 变成了一个负面语词 形容一个人呆呆的 或者是遇到突发状况 会像木头做的鸡一样停滞 达雾族的男孩是被飞飞飞翔的姿势给看呆了 但他们忍不住发出赞美 也因此见证了飞飞的成年礼 同一时刻 达雾男孩自己也捕到飞鱼 通过自己的成长考验 带着大家边读课文边理解 你读懂了吗 第五课是一篇童话的继续文 故事里出现了很多对话 所以这一次老师没有请大家标示自然段 而是要请你慢慢的再读一次 根据故事的结构标示一一段 老师的标法是 第四十页第一段 接下来四十一页和四十二页的前两行 我标成了第二段 我们继续往下做 老师把第四十二页剩下的部分标示为第三段 最后一页的第四十三页是第四个意义段 你是不是也做好自己的标示了呢 我们继续往下上课 下一个学习任务是写出段落纲要 要请你从刚刚标示的一一段中 找出重点的关键字来下小标 老师示范的第一段是 飞鱼孩子学飞行 我的第二段的纲要是 成年里的准备 只要你跟老师写的意思接近就可以了 我们继续来写段落大意 第三段的小标示 成年里的考验 第四段的小标示 通过成年里的喜悦 这是这节课的最后一个学习任务 一起完成不一样的成年里表格 表格分成四部分 分别是主角 准备期 考验期 以及最后的结果 请你先试着自己写写看 再翻开国语课本 自己对照 这节课即将进入尾声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这节课的两个学习重点 一 读懂课文 二 统整并完成不一样的成年里的表格 下节课有三个学习重点 一 课文赏息 二 原文和课文的比较欣赏 三 是小朋友最喜欢的外来语对对碰 敬请期待哦 这节课到此结束 请小朋友参考这一页附上的资料 你可以进一步的上网搜寻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